我是劉子杰 我是呂凯成 上台一鞠躬 凯成 月考考完了 运动会也断完了 天气变凉了 时间变多了 你有没有在看 那是 当然是 没有啦 因为呢 就是因为说天气变凉了 你刚才也有说到嘛 那就是因为天气变凉了 那就是天气变凉了 然后呢 对 就是天气变凉了 然后呢 我就想要再多睡 被窝里面多睡几小时 OK 我忘记了 那 你有没有听过 三日不读书面目可 真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三日不读书 就会感到 讨厌 真的意思呢 就是讨厌 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 那是当然的 我就是以前报书的台词耶 你懂是不知道吗 我们两个半斤八两 那我们两个不要再吵了 听见了报书的啊 那我们欢迎 五年五班 陈书勇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五年五班 二十二号 陈书勇 今天我要报的书是幸运成山 主角摩尔这个暑假很忙 不但要和时党带有练空手道 对付头号天敌 安娜 在上校和拉娜小姐餐馆帮忙 海底忙着丢瓶中心 寻找上游的妈妈 然而有天中午 一位陌生警探闯入餐馆 一人串的谋杀 失踪 绑架事件将摩尔卷入 乃以抵挡的风暴中 幸好摩尔走失很幸运 我觉得这是一本很好看的悬疑小说 谢谢大家我的证书解释 接下来欢迎五年一班张前仪 大家好我是五年一班张前仪 我今天要报的书是 《神奇述》第47集 《希望之父》林肯 主角杰克和妹妹安妮 乘着有着魔法的神奇术 带大家了解我们口中的林肯 从小的林肯是个贫困 但好学独立的孩子 林肯曾说 若无他的继母 便无今日的林肯 家境清寒的林肯 仅受过18个月的非正规教育 但他勤奋自学热爱读书的精神 还是值得我们学习 林肯是美国第16任总统 在总统任内废除了奴隶制度 平息了美国内战 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但很不幸 内战结束后不久 在1865年4月14日晚上 林肯与妻子在福特剧院看戏时 不幸遇刺身亡 成为美国第一位遭到暗杀的总统 林肯的一生积极地希望美国国民都能得到自由 造就了现在的美国 我的报书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再来让我们欢迎五年六班王泰山 大家好我是五年六班王泰山 我今天要报的书是这本 正文男孩与说谎女孩 这本书只要是在说 一位得了早率症的男孩 和一位帮来新社区的女孩 她们成为好朋友的过程 当然过程中 她们也有遇到一些挫折和难过的事情 但是她们最后都把一些难过和一些挫折 都把她们全部克服 我觉得这本书很好 因为她教导了我们 就算生命再短 也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我的报书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那我们请五年五班陈苏勇帮我们 抽出下一次的志愿报书者 你看怎么我弄一遍 这何总汉二班 六年六年二班 林佩云 那五年一班张前颖 你要指定的人是谁 管他了 大声说说 五年四班何总汉 五年六班王泰山 你要指定的人是 六年一班杨浩平 那下次就是 那下次的报书就是 六年二班林佩云 和五年四班何中汉 还有六年一班杨浩平 我们的报书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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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